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你好 请问您是毛豆子毛小姐吗 我是 盛雨先生吗 我是 我是 我长头啊 毛豆子带衣过镜 穿一黑颜色的西装 您穿着别做衣服啊 我 我穿着裙子上衣是绿色的 然后我也是 对不起先生 这个面是我点的 凭什么这面就是您的了 你知道什么叫新来活道吗 我今天向您特别着急 我也相亲 麻烦您先让我把这面吃了 我真没见过您这样 虽然说这红姐公司让咱俩见面介绍一点 但是咱们早上那不幸相遇 我认为已经没什么必要可以了解了 凭什么要收了我的钱给我介绍这种人 但我收烂白菜的 对了 你那相亲相怎么样了 挺倒霉的 两次相亲都碰见一个鬼 我是摄影师 就是您那个脸型啊 不太适合长头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那种 个子稍微高一点的 然后呢 头发短一点的 就是比较稳重一点 我就没见过像她这么好 这么完美的女孩 道道 咱俩真是挺有缘分的 像三次亲都能碰见 嫁给我们都不 我觉得你这男朋友 你得考虑考虑 我父母都离婚了 就又都再婚了 就是说我有俩爹俩妈 女将来要面对俩公公俩婆 还得外加一个嫁不出去小姑子 今后过日子那就是炸了窝了 让一让 让一下 下车 下车 这是我妈 这是我爸 这是我姚婧阿姨 你记住了 这女人可不是一般女人 没安好心 我怎么不会安好心 不要脸 你要脸 你要脸 你正式场合你碰头垢面 你还穿着拖鞋 你嫂跟我说一声 我给你带几双鞋来 你那什么鞋呀 拖鞋 如果时光能盗零 我打死我也不会抢曹西梅的老公 你摇紧什么东西 本质太坏了 我们那叫爱情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咱俩结婚成了她俩PK的平台了 我是她新婆婆 什么意思 这俩婆婆全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就太倒霉了嫁给你们家 谁敢跟我媳妇生气 你俩妈 这也是我儿子媳妇家 你生过他们俩谁呀 我还不知道她又霸道又变态 她可不是一般第三者 那拆前半主任 黑洪水 我跟她理财怪呀 打你 你干什么 你别打了 那还有那个嫁不出去的小姑呢 那不是就定时炸弹吗 我想让逗逗陪我睡 我就是想让你不舒服 我就是想跟你吵架 时间长得找不着男人救折 是吧 你要个余皓家男朋友 她想让我走 想让我离开这个家 想让我早点嫁出去 我告诉你毛逗逗 你想看我余皓的笑话是吧 没本 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觉得是你妹妹太难相处了 我天天哄着她 哈着她 巴结着她 她不是我小姑子 她是我亲奶奶 小宝不这么对你 我看见了 说什么呢 招谁不好 招你姐爷的小姑子 你脑子有毛病了 毛方人挺好的 不是我拿自己弟弟不当干部 她见一个喜欢一个 我有恋爱 可能这次是真的 你觉得特别的好 我是毛风的太太 你不是有野的吗 跟你说话注意用词 别忘了你是第三者 你就三分钟热乎劲儿 新鲜劲儿一过 你就把人家害了 我们认识吗 这是什么呀 这个农村丫头 潘美丽有了 你给我扯她 行 不是小姑娘啊 毛风就是你感情验子 别拉着我 毛风在外面游女人了 还亲眼看见的 这么划算 找不着 在她之间 要去做她 看她吗 我女人 有的 但是你不能老这样 破坏别人家庭幸福 而且这个人是我弟弟 你别再跟我说说 你又后悔了 如果你不能给毛风幸福的话 你应该给她自由才对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 我还没礼对你非常好 是吧 老子让你受不了 潘美丽在我爸妈家 当家了 我爸妈把生活费 都给潘美丽管 咱不能让咱这家 成了外人的 我现在连潘美丽都不如了 逗逗跟我说啊 说让我住养老院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 说死都不需要养老院 让我死 没说让我死 不是不是嘛 他就是一点型的 就好心不就办了坏事了 好心怎么不让他 把他妈住去 要我老了我就进养老院 你说什么 你真相暴露了 你这不愿让我在这儿待着 对不对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说 你瞧瞧他婆婆那样 真太欺负人了 你都算我了 逗逗 对你的考验可真就开始了 又考验我什么呀 学着做小媳妇 夹着以后做人呗 我觉得毛豆这段时间 特别不正常 倒在外头有人了 就是李若秋明明知道 咱俩已经结婚了 还现在还死里边的 对你是 是吧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你说这哪个女的 见了钱他不动心呢 说不定戴个绿帽子回来 你穿成这样 你是不是要准备当我面 你勾引李若秋 余薇你太过分了 我太委屈了 你能够给他的 我照样可以给 我能够给逗逗的 你这辈子都给不了你 信吗 你居然选择余薇 你不选择我 是我选择我要过的生活 我今天看见毛峰那女人了 毛峰现在是跟我做生意 跟我 投资是自绝自愿的 可如果你告诉我们 你是钱给龙京 我们会把钱给你吗 一共五家人 五十万 你把龙京给我找回来 五十万你给我一分不少的拿回来 我只想告诉你 让你丈夫对我好一点 这生意赔了 倒霉的是你全家 龙京跑了 我找不找他 报警啊 你怎么忽悠我 你让我投这钱 投多少钱 你就给我拿回来就对 拿回来 就是十万块钱 交给你妈 先救机的 他今天要给我房子 我都没要 我要他这点小钱干吗呀 哥咱妈早不见了呀 要出事 穿衣服找去吧 你就是杨叔叔一走以后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杨叔死之前 抱着他前老婆照片 左看右看的 他离死的时候 要见的人也不是我呀 我妈为什么 骂姚静阿姨是第三者 是因为当年 我爸爸花心 出去写生的时候 是跟姚静阿姨好了 曹新门呀 硬是够苦的 你说他俩要是不离婚的话 我婆婆到现在 也不至于这样 你是他心里的一块疙瘩 他会觉得 是你把他的幸福抢走 你说我昏儿了 活的活的 不要我 死的死的也不要我 我这命怎么这样子 你们俩过得挺滋润 你们过得幸福 什么叫幸福啊 幸福就是我们这些 不幸福的人陪缠着你 你就幸福了 你婆婆患的是半身中风 大小变什么的 以后逗得靠人伺候 都是我不好 不该听魔风胡说八道的 忽悠大家把钱座投进去 害得妈只能躺在这儿 我们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婆婆 现在她身体也不行 又瘫了 再加上这钱的这事 她能饶得了你吗 你相信我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一定会照顾好你呢 我把我那个摄影工的事 给盘出去 盘出去之后能有点钱 大家一分 也都能有个安慰 别的人家为了钱 打得头破血流 可咱家不是 俺遇上的是个好人家 我有的时候特别地贱 又想过踏实的日子 但是现在 我只要我的家庭 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次主动地找爸 我希望你能抽出点时间 去看看妈 大儿 你对我真好 你是不是被我感动了 咱们以后 在儿子儿媳面前 不再吵架了 看在逗逗怀孕的份上 我不跟你吵来吵去的了 咱们闺女 只要有了孩子宰他们婆婆 就有地位了 现在家里你是老大 我不是老大 你你是 但是 现在在我们家的地位 这个 没有第二 就只有一个老大 其他都是干活的 大家都礼让一下 家才能平平安安的嘛 我现在家家 就这么一个孩子 可得生好了 我们就这么一个孙子 不是我孙子 她得叫我奶奶 你是充其量就算是 姨奶奶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出来了 我用一下洗准间行的 是是 那个你先用了我到楼底下我挪一下摩托车 我怕雨淋湿了 我用一下 挨子 救命 救命 你 你是谁呀 你怎么来我家的 你想吓死谁呀你 不是 你是谁呀 我问你是谁呀 你大概应该在我家干嘛呢你 你鬼鬼祟祟你干嘛呢你 这 这不是余卫的家吗 是余卫家 余卫呢 余卫呢 哥 他 他 他到楼下去了 那你在这干嘛呢 我 我刚在外边躲雨 然后就借我家洗手间 你借什么洗手间的你 有大半夜借别人家洗手间的吗 不是 这也没 没躲完 这不在 在八点多钟吗 我都睡了一觉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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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那个 我一看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像夜生活过惯了的 那我哥花多少钱请你过来的呀 你说什么 我说我哥花多少钱让你过来的 不是 你 你什么意思呀 鸡呀 不是 你说谁是鸡呀 我说你呀 你才是鸡呢 你是鸡 你是鸡啊 你别说是鸡 你是鸡 你会好好说话吗 我不会 你吓死我了 你咋个人家家吓死我了 你咋个人家吓死我了 你才吓死我了 你才吓人的 你你披头散发的 穿一身黑人不人鬼不鬼的 胡说八道 这是个神经病你二百五 你说什么我朋友说谁是鸡呢 不是 你怎么吓死我了 你怎么吓死我了 你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不是 不是 余浩你叫我一朋友 快 快说谁是鸡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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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谁是鸡呢 你别说话 我妹子我就放账了你 我奴头跟我撤下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 他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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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浩咱能不装了吗 我以为这是我朋友 就到了 装什么了 你别装了行不行 余浩啊 余浩啊 不是他有时候他跟我装 他是装晕的 余浩啊 他不是要是装晕 他是我东西洋的 不行 快快快 给我打电话吧 妈出去玩 快快快快快 给我打电话 你看着啊 你上车上车 你来的都是我 你还真气 你平常 你去接 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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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好的 给你十秒钟 公医 喂 谁呀 有这点打电话的吗 你好 逗逗 他在呢 光这呢 不是洗澡呢 谁洗澡呢 谁 喂 喂 谁啊 你好 没 没在洗澡 我在 在忙着 什么事这么晚了 不用了吧 不用了 不用一块吃饭 我先生那天就是这么 去 什么呀你 必须去 肯定去 绝对去 你说我究竟吃饭呢 就是因为他就够得去 而且还不能迟到 你成心的是吧 没成心 是你要去的 一定得去 你别后悔啊 不后悔 好的 可以 他收了他挤出时间来陪你一块吃饭 好 就这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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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毛豆豆我想你 好的 明天穿漂亮点 好的 最好再穿性感点 好的好的 最好什么都别穿 好的 好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他想死 不是 不是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啊 不是 他 他 他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李若秋什么意思 你有这个点打电话的吗 不是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时间段打电话 就是影响我们这个正常生活 你不高兴你问他去 不是 我不高兴 这个时间段打电话 请吃什么饭 有什么可吃的 我是正吃的呢 是你自己说的跟人吃饭的 我吃过 我捂着话头捂着话头 我恨不得捂你嘴了 我 就是因为他他他对我挑衅了 他什么时候挑衅了 他请我吃饭就挑衅我了 他已经向我进攻了 知道吗 他要说他要和我争夺你 我不能躲啊 我也不能退啊 对不对 我觉得李若秋啊 他是不当我不存在啊 他都不把我当回事嘛 对不对 明天必须去 我认为是必须去 男人就是迎刃而上 不能输 事不低头 永不瞑目 有一个人好像吃醋吃得很严重 我吃醋了吗 我 那你那么紧张干嘛 我紧张吗 你那么大声干嘛呀 我声音大吗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老婆的前男友来找 然后心里特难受 特矫情 特害怕自己老婆给别人抢走了 我跟你说 不用说 不是我吹的 要不是我嫁给你 你如果现在我还是单身我告诉你 你追我的男人 后面哗啦啦乌眼睛 说来 那说说说谁呢 你啊 嗨 我以为张曼玉呢 什么张曼玉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知道你现在紧张 我不紧张 算了吧 我我其实我就是想 我就想告诉他我的一种姿态 你什么姿态 就我就是男人 就我得就是大气 对吧 明明去 明明去我到那儿吧 我早上饭不吃了 中午饭我也不吃 我就等晚上这顿 完了那个明天什么贵 我就点什么 是你怎么酒好喝我喝什么